我们继续看这个 那个证据一证据二 我们看证据二 美军在捍卫台湾的主权 这个我自己亲身有很深刻的经验 因为1989年 1989 不要再讲民国几年了 那个我们要改掉 你可以讲现在是平成几年 今年是平成几年 平成不是民国 我们现在是平成26年 西元2014年 这是跟国际接轨 你要开始跟国际接轨 不要再讲民国 人家也听不懂 你甚至跟中国人讲 你是民国几年生 他也不知道 他问你19几年 连中国都在讲西元19多少年 这是要改变 1989年 我在马祖北干 在当兵 那时候剩两个月退伍 在外岛当兵 我又是当士官 我们通常一个月就放退伍架了 就是每天可以看MTV 每天可以这样子混来混去等退伍这样 吃饱饱丹饱 吃肥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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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 他就趁乱说要来打台湾 各位在本岛都不知道 在台湾本岛 我们那时候 我剩一个月要退伍 师长把我们要退伍的人全部叫过去 叫我们开始背枪 鹤枪实弹 他说中国真的随时会打过来 打过来之后 马祖北干接受到的指令是 死守北干 4000个官兵 没有任何的补给跟援助 就是要跟中国的军队 战到最后一兵一组 他们自己人要打自己人 我们听着说一下 我像一个月要退伍 我干嘛跟你战到最后一兵一组 他就叫我们背着枪 喝着实弹 然后每天到那个 街上去看电影没关系 就是你们要带着子弹 如果他们打来的话 就要跟他们打 跟他们对战 真的打工都刷在弹 那时候 你知道中国有没有 飞弹有没有打过来 都没有在看 李登辉那时候就讲 中国真的飞弹有打过来 为什么都被拦截了 为什么在一半都被拦截了 谁拦截了 美军 美军第七舰队马上来协访 第七舰队就在保护太平洋的 他马上来协访 那时候美军的那个战机 南北那边都有啊 不是只有我们的F16什么 那些冰公的金国号 我那天还在问人家说 我那天问很多人 我问过很多人 我问各位 金国号跟IDF有什么不同 金国号跟IDF有什么不同 各位知道吗 哎你也都不知道 就我笑了 你说小孩不知道也就算了 金国号是中文 IDF是英文 金国号就是IDF IDF就是金国号 不是那些两光的战机 那时候美国真的就在帮我们 这些都有证据可以显示 我常常因为我女儿在内湖念文的女中 我那上去一胸口 我就跑去关心一下 我们的那个内湖的那个美军 在台湾在亚洲花最多钱建立的军事基地 号称美国在台协会 现在到底建设到哪里 我告诉各位 你如果早一点去大概六点半七点啊 七点多你就看到很多人来上班 真的做什么台湾大车队 做什么自己骑脚踏车 然后骑摩托这样 就是我那天还特别带我爸爸去看 就上个礼拜三一大早我们七点多 因为我爸从花莲上来嘛 我们就站在那里看 看他们来上班 下车都是外国人啊 都到哪里啊 你说美美军不在吗 美国人没有在那边那个吗 外面看起来都一片荒凉 可是后面都盖好了 地下都盖好了 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当初南韩 美军也是让南韩去盖南韩的军事基地 结果盖完以后啊 马上人家都知道里面的布置怎么样 所以他怕到了 所以他这次美军都派美国人来这里建 材料给我们台湾 所以建的都在 都他们自己建 你都不知道里面是怎样 他已经在里面上班 你建好了 在文族 亚太的军事基地 在内湖 他做99年加99年 啊 那正常啊 那有 那有当时 我们也会都他们的时间上班 他们有分 不知道几班还是什么 他们上班这样时间怎么算完 我们台北 我们也都差不多7点就准备上班了 对啊 8点上班就正常了 我不知道美国的公家机关是几点上班了 应该8点差不多吧 我们那时候到美国 我们到美 我们去年 去美国开会啊 然后我们就很想去 那个白宫看有没有机会去介绍台湾民政府嘛 那个我们就会带着那个旗子 台湾民政府的旗子去白宫前面 我们一大早5点多起来 我们到那个美国国土安全部也大家都来上班了 阿兵哥他们有5点 哦 哪有这么早 5点多就在半班了 就在上班了 国土安全部啊 这个啊 再来证据4 美军重返台湾做准备 美国首次开放 会讲北京话的人 去服兵役 你说日本没有想要进来台湾吗 日本现在 一下子招募3个 3000个新的那个日本的警察 老鸟留在 新的警察留在日本老鸟要来台湾 日本的自卫队 他们现在有开课 教什么各位知道吗 教你说台语 他在教日本你说台语 很奇怪 以前都没有 现在在教日本说台语 你可以慢慢去了解 这是真的 证据5 高雄台北美国学校建设新的校区 盖很大哦 一直在盖哦 现在美国高雄 台北跟高雄你都可以去看 他要让 美国大兵的子女就读啦 就读美国学校了 再来 在巴黎那边 我们台湾的巴黎那边盖了个非常大的 那个台北港 在干嘛 在让船直接开到平坛很快 然后所有的家具啊 车子啊都可以透过这样子 一下就到平坛了 好像 船好像50分钟吧 就到了 你可以把整间台湾搬去平坛 真的啊 你都不知道 他已经通知中国的第二代 你若是中国的第二代 欢迎你来平坛 有一间房子给你 啊平坛 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 这两年在 这几年在宋楚瑜大力的建设 现在平坛的房子很多 很新的 你若有朋友是中国的你来说 因为标 你若不知道标识的消息很无人通 他可能跟 他中国段的联络 我们的新闻城 上面后边都有那个中国识别码 空空空空空空空三个空 那就是中国 中国难民 我们不是空空空 你们不知道 不知道 新闻城真的 你可以看 我是空一球 你的新闻城后边这有一个识别码 上面这 你的帽子就摸到 那有一个识别码 今天啦 你赶上課 不知道我们这里的研究 空空空空就是中国 中国人民 所以从这些 你都会很清楚 美国 军事政府 现在实际占有 台湾 我常常 最近 不知道 最近比较平凡 我們民間府紅色的車牌 各位知道 美國軍政府發揮嘛 我們剛開始開的時候 警察在高速公路都在後面堆 堆堆就不在參觀了 最近不知道誰給他授權 他們最近行動很積極 我一天才不去用雜路來 一天才不去用雜路來 因為我在台北最高 我都重力每次要上交流道 上交流道尤其是晚上如果10點晚一點下課 上交流道之前就被攔一次 下來再被攔一次 昨天又被攔 攔得很煩耶 那個警察又認識了 警察攔我攔到認識了耶 他說 你知道他怎麼跟我講 很好笑他說 大哥不要這樣啦 我不是跟你說 中華民國要掛在上面 他這樣跟我說拜託啦 你這樣位依規定懸掛車賣 我可以跟你發告白 我說最好你開罰斷給我 拜託你開罰斷給我 他說你不要讓我攔議啦 我們怎麼不認識了 我攔你幾個就慘了 我只拜託 拜託你把中華民國掛 我不是說你紅色的不能掛 你紅色的我現在都知道 他自己說的 我們都知道了啦 美國軍事政府對不對 你就都知道啊 美國軍事政府比較大還是中華民國比較大 他就不要吵我說拜託啦拜託你開了 你如果不要開 他大家就要看我的行走 我你不是 每晚你給我看 我看你有帶嗎 我當然我也帶 我拿我們的行走給他看 你叫連休閒 我對 我叫連休閒 你現在到底是怎麼樣 晚上是很累的 我也沒喝酒啊 大家看到我的車牌就要帶我帶 不然我是要給你帶 所以說 你就稍微花一個時間 把白色的掛在上面 紅色的掛的腳 我本來就可以掛 這個在台上我們不能這樣講 有些事情我們只能做不能說 我們依照現在美軍給我們規定 就是美國軍事政府的紅色車牌掛上面 中華民國的白色車牌掛下面 這是標準的 標準 好啦 這私底下 你不要在台上叫老師回答好不好 標準的 秘書長告訴大家 美國軍事車牌掛上面 中華民國的車牌掛下面 你不用管中華民國的警察 一天敢你給我拜託 對啊我也可以拜託 我拜託你快來上課好不好 對啊你現在都不了解 到底是什麼我們真的台灣的歷史 我在那裡都有你講課 你可以來聽看看 你這個很好笑 警察看來拜託我 叫我把那個中華民國的掛在上面 我說我拜託 我說我拜託你給我開罰單 衛衣規定懸掛車牌 一張九百我知道 他不敢開 他開的就是一個證據 到時候他都上面都有他的警察 到時候他怕被秋後算帳 他不敢打不開 好 來我們來看台灣 我們我們很太習慣 中華民國的一些奴役教育 我們來看台灣的那個被奴化教育的真相 讓各位真正了解 這都是在美國解密的機密檔案 慢慢來讓各位了解 花一點時間 1937年 各位都記得那個 只要有國小有念都知道 1937年的7月7號 777發生了什麼事情 盧溝橋事變 大家都有學到 日本帝國對中國東北發動侵略 叫盧溝橋事變 很好玩 講到這個我先跳一下 那個時候發動的時候 開始宣戰 國際法要宣戰 所以 蔣介石對日本宣戰對不對 不對 蔣介石沒有對日本宣戰 因為蔣介石那時候只是行政院長 院長沒有資格對日本宣戰 要一個國家的主席才有辦法對 國家宣戰 所以日本不承認 誰宣戰 林森 林森主席對日本宣戰 那時候 中國有四個政府 很好笑 真的很好笑 因為 連中國人聽了都會頭到打開了 因為接下來 毛澤東政府 毛澤東那個宣戰也關一個 延安政府 他們也對日本宣戰 他們大小小 所以他們說好的 兩個 林森跟那個 那個毛澤東對日本宣戰 在上海 有汪精衛 那也是一個政權 他們說這偽政權 但那裡沒有什麼偽政權 就像中華民國說偽政權 他現在就關我們台灣什麼偽政權 只是由他學不會館而已 汪精衛對美國宣戰 汪精衛 滿洲國他也是一個政府 就是在東北 滿洲國 對美國宣戰 一個中國四個政府 兩個對日本宣戰 兩個對美國宣戰 兩個對美國宣戰 啊到底 中國人是要去打一部 還是要去打美國 他們自己都不知道 打開了 很好笑 好 中華民國蔣介石 被迫呼籲對日 但是一路戰敗 退竄到四川重慶 幾乎到來要投降 怕輸招贏 大概我們潘義長說的都怕輸招贏 一直轉進 轉進轉進轉進到四川了 1941年的12月9號 趁著對日本騎襲珍珠港 日本其實那時候是正規部隊 我們那時候是海上最無敵的艦隊去 去 去攻擊珍珠港 不要說偷襲 我們是保密功夫做的很好 那時候三本五十六 他的戰術也都設計的很好 如果那時候完全執行戰術 我告訴各位 誰輸誰贏不知道了 這我當下就是一個天命 因為那時候到日本珍珠港 第一個階段是封鎖他所有的船隻 把他船隻都炸成 第二個階段是炸他的油田 他的油庫 沒純沒油 他沒可能這麼快就回復了 結果 飛鱗機啊純都炸成了之後 準備要炸油庫的時候 他突然有一艘航空母艦回航 所以他們那時候改變戰略 去打航空母艦 日本沒有炸他的油田 沒有炸他的油庫 所以才能夠很快的恢復過來 所以美國才能夠對日本宣戰 不然那時候日本可能在美國打敗了 日本跟德國一起來打 當然那時候打人的是不對 侵略國家是不對 可是那個時候真的 如果他們的戰術執行到底 像蘇像揚不知道 日本跟德國那時候超強 好他騎襲珍珠港 1941年12月7號 美國國會8日宣布 對日本帝國宣戰 中華民國主席林森對日宣戰 蔣介石當時只是行政院長 沒有資格宣戰 根本不符合國際戰爭法的規定 所以日本帝國 連理都不理他 1945年的8月15號 日本天王宣布無條件投降 我請問一下各位 1945年的8月15號 日本天王宣布無條件投降 是日本天王宣布的 所以 那是本相最大的那個時候 日本天王對不對 奉地嘛 所以那時候是日本帝國憲法 所以那時候1945年的4月1號 還在戰爭期間 日本天王宣布 台灣成為日本神聖不可 分割領土是有效還是無效 很多人說都說他無效 那時候還是日本天王最大呢 他宣布了台灣是神聖不可 分割領土怎麼會無效呢 因為那個時候他說了算 那時候我們是 我們台灣也有派代表去日本參政 我們台灣也有軍隊去日本參戰 我們的義勇軍很強 39100個 在現在在日本的靖國神社 我去年有去拜 今年也有去拜 都有去 各位可以去看看 那真的是很神聖莊嚴的一件事情 依照盟軍最高統帥的命令 蔣介石的軍隊來台代表盟軍 接受日軍的投降 他代表盟軍 所以你看到投降的典禮上面有 掛美國國旗 掛中國國旗 美國國旗在上面 所以他是代表盟軍 所以不是蔣介石來受降 他每次都受降點也是蔣介石 台灣受到蔣介石的軍事戰管 中國歷經傷亡慘烈的內障 中國共產黨擊敗中國國民黨 消滅中華民國 為什麼講消滅 南京那裡有一個石碑 上面寫中華民國 1912到1949 一個國家如果還存在 美國還存在 他會寫1912到1949嗎 不會後面是沒有 不會押日期的 因為他還存活著 中華民國真的被消滅了 所以在南京寫1912到1949 他流亡到台灣 1949年的10月1號 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改朝換代 事實上跟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們中國換老闆 關我們什麼事 我們那時候就已經是日本天皇的 到現在還是日本天皇 永遠都是日本天皇的 關我們什麼事 就在蔣介石軍隊 暫時管理台灣的期間 中國內戰勝負分曉 中華民國只好流亡台灣 離開法定領土 再另外領土建立政權 是國際法上被稱為流亡政權 所以流亡政權是中華民國 流亡政府在台北 流亡政權不可以講中華民國在台灣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這完全不對 只有我們自己不知道而已 大家都知道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他的治權只有在台北 離開台北就不是他管的 所以我們都搞不清楚 我們都以為中華民國在台灣 你們都被騙了 騙了69年 他開始一邊執行占領台灣 一邊流亡台灣 接著光復台灣 反攻大陸 白色恐怖 戒嚴 這些通通都在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之前 在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之後 新日本政府放棄台灣的主權權利 保留主權義務 但是日本天皇仍然保有其領土的所有權 主權跟主權 這是真正的歷史 這是合約裡面規定的 新日本政府這個時候就用新的日本憲法了 已經不是用帝國憲法 所以現在 實行日本帝國的憲法 在全世界唯一的一個地方在哪裡 各位知道嗎 我剛剛講的都太激動 演講要有高低起伏 我現在講突然靜下來 大家都忘記 全世界現在都 都知道日本實行新的日本憲法 那全世界現在只有一個地方 在實行日本的舊的帝國憲法 沒有消滅 哪裡各位知道嗎 對啦 台灣 台灣現在還是舊日本憲法 所以 日本天皇要解套 一定要透過我們台灣 真的 因為新日本政府已經放棄 我們台灣的主權權利 保留主權義務 但是日本天皇對我們的領土 台灣一樣有所有權跟主權 針對這段歷史 從國際戰爭法裡面的慣例法 蔣介石集團 替台灣人民設立一個欺騙世人的陷阱跟誤區 這是一個欺騙 他在這裡 這段事實的敘述 提供兩個重要的觀點 在我學習的課程裡面 我在美國常常在上這些課程 觀點真的很重要 你要了解這個觀點 你才有辦法繼續下去 蔣介石這個觀點 第一個蔣介石來台灣接受日軍投降 日本台灣只是受其軍事占領而 而戰管 這是第一個觀點 第二個觀點 1949年的10月1號 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建國 中華民國12月流亡台灣 這兩個重要歷史跟法理事實 可以敘述下面的這些內容 所以你會知道說蔣介石本來是 佔管台灣 後來流亡台灣 到最後他想要深耕台灣 他最後想的就是讓大家閉著眼睛 然後就默默承認他 可是他沒有想到國際法 永遠都不會承認 國際法就是國際法 他的條約就是條約 如果可以這樣的話 那世界就大亂了 如果可以讓蔣介石用默認的 用這個造成既定事實 這個沒有辦法 如果可以的話 他就早就可以代表台灣隊去出賽 不會用中華台北隊 到目前都是中華台北隊 我們先來瞭解什麼叫軍事占領 他的定義是 領土被敵軍控制 就是軍事占領 領土被敵軍控制 伊拉克 伊拉克被美國控制 就是佔領 只要佔領 佔領國第一件事情就要成立 平民政府 因為佔領不能移轉主權 他要讓這個政府繼續運作 所以只要是佔領 他們第一件事就要成立平民政府 軍事佔領在國際上是拿破崙時代以後 大約在1830年以後 逐漸形成的國際共識 換言之 領土被敵軍控制 古代的理念就是併吞 國際法在1830年以後改變了 不叫併吞 到了1907年的海牙公約 有關軍事佔領的認知 變成各國必須遵守的國際法 軍事佔領屬於戰爭法領域的法規 戰爭法不是民法不是刑法 因為不是用完整的條文 因為戰爭法包括佔領法 慣例法 所以談論戰爭法要找出各國 處理戰爭有關的某種事情 要查看各國處理這些事情的慣例 那叫慣例 所有的大家都已經 約定俗成的慣例 叫做占領不得遺傳主權 這是一個類似他們國際法裡面的 最高標準 打給都有的共識 今天 克里米亞 他一下改成那個俄羅斯 之前屬於烏克蘭 那不管他們的以前的總書記怎麼樣 他就違反國際法的慣例 今天就算烏克蘭的什麼東部 西部南部北部 有一些比較親俄羅斯的民兵 他就算佔領了當地 俄羅斯軍隊進入 他也不能把那些地方改成俄羅斯 這叫國際的慣例 不可以這樣 所以臺灣那個時候去我們站而已 美國都知道 美國對臺灣有最高的統治權跟控制權 議長昨天晚上有告訴各位 美國應該他每次上課都一定會講的 臺灣的總統動算 這樣就算動算了 要什麼 要美國的老大 跟你說你動算才可以算動算 就像阿比那個時候那個賀電 也要單賀電 這個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美國現在辭職控制臺灣 美國說了算了 等一下下來下一堂課也是 潘老師 潘老師也會給各位看很多 當初 臺灣很多地方怎麼給美國玩 美國的軍機在臺灣來去自如 這個報導裡面都有 我們每一堂課一堂會比一堂精彩 他下一堂課看片子比較多 讓各位比較輕鬆一點 我的字比較多 因為早上8點到10點各位頭腦比較清楚 來 海牙公約 日內瓦公約 這些公約所講的規則 大部分 很多年的行程才列入公約的條文 這不是一開始就列入條文 大家都這樣 都已經覺得說 這個是大家都承認的才會列入條文 海牙公約日內瓦公約 這些都是戰爭法 這很簡單 戰爭法 還不限於海牙公約日內瓦公約 它還給運用各國相關的司法判決 軍事專家著作裡面的解釋跟說明 法學專家的見解 都可視為戰爭法涵蓋的範圍 回到1945年的10月25號 臺灣地區投降典禮 以及1949年12月的 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遷徙臺灣的事件 許多的學者跟臺灣的政治人物 他們都沒有了解政見法 最主要是中國人給他們錢 我們台灣人就是這樣 真的很愛錢 給他們錢 所以配合宣傳 主張1945年的10月25號是 臺灣光復節 我們的歷史教科書裡面都有 所以當我跟我女兒講到說 臺灣沒有光復節 他去學校跟同學說 臺灣沒有光復節 後果是怎麼樣各位知道 他們同學都比這樣 他說的是屬實 他說的是 真正的臺灣的歷史 結果他們同學都說他笑的 現在你去跟 所以你要知道你出去外面講 大家都會把你當瘋子一樣很正常 因為你講的是真理 你要想想看當初耶穌基督 在告訴大家真理的時候 那些異教派 一天到晚想要把他燒死 當初那個哥白尼 且利略 他們說地球是圓的 那個時候天主教的教宗 要給他休息 還好那個哥白尼還是且利略 我忘了 不知道是誰是他的 親徵 不把他休息 怎麼可能地球是圓的 唇一直航行 航行到地球盡頭就會掉下去 因為地球是方的 你在那個時候跟人家講地球是圓的 你要去用 去用休息 你可能經過一百年之後 兩百年之後 大家都相信 蔣介石是大騙子 你現在吹外面跟人家講 蔣介石是大騙子 他跟你說 他是民族的救星歷史的偉人 你不是唱歌都唱過 以前演講都要講到 總統講講要立正 叫掃西 這我以前演講都要這樣 老師又特別交代 講到國父孫中山都要理正 叫掃西 說不下去 所以到了一百年兩百年之後 你會知道說 台灣沒有光復節 那個時候大家知道 現在大家都不知道 他們提出的證據有三個 第一個開羅宣言 第二個波斯坦宣言 第三個日本投降書 開羅宣言波斯坦宣言 日本投降書 這裡面都有牽涉到台灣將來給中華民國 可是到現在69年了 台灣有沒有給中華民國 台灣已經給中華民國管理很久了 但是中華民國就始終沒有辦法說 中華民國在台灣 問題在爭論 議題其實不存在 也沒有什麼好爭論的 只要根據國際戰爭法 可以很簡單的解釋跟說明 軍事佔領的定義是 領土被敵軍控制的 肉屬於軍事佔領 台灣有沒有被中華民國控制 有 所以我們台灣被中華民國軍事佔領 而中華民國他是接受誰的指令 麥克阿瑟的第一號命令 所以呢 中華民國是接受美國的委託 對台灣實境軍事佔領 所以台灣是被誰軍事佔領 美國 就這麼簡單 你有的時候跟你的朋友講 可以講快一點 像我這樣 你熟練你就會講很快 你會聽到會沙沙 這是真的啊 我講的很快 是因為這是真的啊 沒有錯嘛 我講的有錯嗎 沒有嘛 所以大家很清楚嘛 領土被敵軍控制的時候屬於軍事佔領 所以當初台灣被中華民國控制 就是被中華民國軍事佔領 而日本天皇在1945年的4月號宣布 台灣是日本天皇神聖不可分割領土 所以從那個時候開始到現在都是日本天皇的 所以當初那個時候台灣被中華民國軍事佔領 到現在是被中華民國軍事佔領 而中華民國的軍事佔領 是受到麥克阿瑟將軍的第一號命令 也就是美國委託中華民國軍事佔領台灣 所以台灣到底是誰給誰佔領 軍事佔領中 美國嘛 這樣有了解嗎 我這樣講的會很困難嗎 不會啦 因為我經常在講嘛 所以大家聽得很快 這是一個強制的國際法的觀念 我們要探討的是有沒有例外 剛剛我說有例外 例外你講給我聽嘛 我們來講真理嘛 你跟我講例外的情形有沒有例外 可不可以用新聞公報 國際會議的結論 頭像書裡面的文字 就可以達到領土過戶 領土過戶就跟房子過戶一樣嘛 你要換老闆嘛 當初 大清皇帝陛下 他自己都說啊 流動半島要給日本耶 他要過給日本耶 他要過給日本天皇耶 過不過去 為什麼過不過去 為什麼台灣跟澎湖可以過戶給日本 啊 遼動半島卻過戶過不過去 為什麼 各位有沒有去想過 對啊 不是啊 那是他們 你想看嘛 台灣那不是他們祖先留給他們的財產 他們祖先裡面沒有規定說 不能過戶 那 滿清大皇帝陛下不知道說 那是康熙 留給他的財產 他說不能過戶 他裡面已經規定了 這是你的 這是 不管人和房地都不能過戶的 都不可以過戶的 他搞不清楚 是別人告訴他 那時候是其他國家告訴他 欸 遼動半島是你的耶 那不可以過戶 那是你的神聖不可分割領土 你們祖先留下來的規定 他的遺書裡面就已經規定 這是你的 應該是你的 不能說你秤差賣給別人 不准賣 不准分割 不准過戶 康熙就已經跟他說了 所以他沒有那個款 他沒有那個權利過戶 懂嗎 就像現在台灣是日本天皇的 現在新的日本天皇 現在有平成嘛 他說他要過戶給中國可以嗎 不行啊 他也不能過戶 因為祖先就已經規定了 這不可以賣不可以過戶 不可以分割 也就是說領土被敵軍控制之後 可不可以因為這些什麼 投降書啊 會議結論啊 新聞公報啊 聲明啊 宣言啊 就可以跳過軍事佔領 直接達到領土併吞 有沒有這種例外 沒有嘛 所以這個答案是絕對不可以 可是很多統治者 卻利用這些御用的台灣學者 昧著良心如此主張 我們念到博士了 我們做很多事情 我們要有這個利論根據 有一個姚先生 不要講名字 他直接講說民進黨的大佬 旧金山和平條約 旧金山和平條約已經四合了 沒合了 旧金山和平條約在1945年的 1952年的4月28號 就定立旧金山和平條約 他如果要失效 要沒合要有後令壓前令 就像遼南條約去壓下官條約一樣 有沒有新的條約 來壓過旧金山和平條約 讓旧金山和平條約失效 有沒有 你怎麼可以說 你現在帶你母結婚證書 結果定下了 到過五六十年 你自己說 我的結婚證書已經五六十年 太久了沒效了 我現在沒這個母 我要換一下怎麼可以 你要定你要走到合乎 你要先定離婚協議書 然後離婚 再再來結婚 對吧 你不能重婚 所以旧金山和平條約 現在對台灣是唯一有效的條約 唯一有效 什麼波茲膽宣言 什麼開羅宣言 什麼日本投降書 這些都不是條約 條約就像法律的位階一樣 好面對這樣的主張請教 有沒有這個慣例 敵軍入境 當地的軍隊投降 按照海牙公約軍事占領 這種情形處於軍事占領 有沒有例外 如果要做例外 必須提出三個五個 在國際上被各個文明國家 文明 你不要說非洲來的部落 自己定下這樣 文明國家超過幾百萬個人 他們都認識的 文明國家承認的例子 拿破崙時代以後 不能因為先前的一些聲明 Decoration 不能一些聲明 所以領土受到敵軍控制 就直接併吞 完全跟國際法不容 所有涉及戰爭後 處分領土的情形 從來沒有 中華民國併吞台灣 這種例子 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投降典禮結束以後 你也沒有看到說 投降典禮完成 就等於過戶給 這個新的這個 接受受降典禮的人 沒有啦 投降典禮是告訴你 我打輸了 我承認我 台灣被你美國佔領 軍事佔領 但是佔領你也不能移轉我的主權 佔領你一定要一樣用我的平民政府 所以呢 這種說法 從來沒有被國際接納或承認 所以實在沒有任何 例子 可以支持這種併吞領土的說法 也就是說 在戰爭法 裡面完全 國際間可以斷言 1945年的10月25號 絕對不是台灣光復節 台灣地區日軍投降之後 只能被認定為 台澎地區交戰國軍事佔領開始 那個時候 軍事佔領的開始 所以那時候是美國佔領台灣的開始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而已 絕對沒有說那個時候 台灣就光復了 回到中國的懷抱 有人對這個解釋提出很多的疑點 因為國際法上面有寫occupation 戰爭以前 我有聲明 我有聲明 我要併吞 他有聲明 中國那時候說我要併吞台灣 他有聲明 他聲明為我 那個進駐的時候就可以產生併吞的效果 我們再來研究看看 occupation這個字有多種意思 所以有的時候為什麼我們以後的那個國際 我們的官方語言是日語跟英語 我們真的要把日語跟英語好好學一下 在這方面的實務用語 軍事佔領裡面 military occupation military occupation 叫做對於一個荒島 發現以後去居住 可以叫做發現以後先佔領 在英文裡面可以稱為discovery occupation 我要發現了 哥倫比亞發現新大陸 這個時候他沒有被國際聲明 他可以occupation discovery occupation 所以後者才能事先聲明 我要併吞這個地方 國際法可以有一些效果 因為那個地方是沒人的 只有兩棵椰子樹 種幾棵椰子 那個地方是沒人 所以可以叫做discovery occupation 但是拿破崙時代以後 軍事佔領所附帶鐵石 是佔領不得移轉主權 這個地方如果是已經有老闆 有人的 佔領就不能移轉主權 這個在海牙公約跟日內瓦公約裡面 都有明確說明 所以再回來跟各位再一次強調 那個時候 台灣是有人的還是沒人的 中國說要佔領台灣的時候 台灣是有人的還是沒人的 有人的 各位要了解 而且經過拿破崙戰爭以後都已經清楚了 這裡面都已經清楚說 台灣是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你要解套 很簡單 中華民國要解套很簡單 叫日本天王放棄對台灣的主權 對台灣的這個 all right all title 跟all crime 不要在那裡求我們台灣人民 他直接去做日本天皇 就像習近平這樣 很聰明說要去跟日本天皇買台灣 你有辦法你就去解決 你去找我們 騙我們不知道 我們是有老闆 我們是有爸爸的 有些學者就想要找 那麼就想要找出路 中國最喜歡沒有辦法找辦法 沒有關係找關係 有了關係就沒關係 他就異想天開說 馬關條約是違法的 該條約效力不存在 台灣屬於中國領土 七七事變之後 蔣介石已經聲明廢除馬關條約 對啊 這學者說的歪理18條 有沒有道理 一點道理都沒有 台灣領土主權已經回歸中國了 他可以去回到1895年 他把他們的祖公祖公子 那個時候領土的條約說沒效 因為那個本身就沒效的 那時候滿清大皇帝陛下 日本天皇陛下 他們是管理整個日本跟管理整個中國 他們領土的條約沒效 不是你說有效沒效的 他那個時候他們都是老闆 他管理所有的中國 他領土的條約 他親身簽名回家 你如果說沒效 好好笑 好我們又碰到慣例 你有沒有舉出三五個條約 讓國際社會承認有這種情形 涉及一個領土割讓的條約是無效的 該領土會變成或回歸原有國家政府 或者繼承國家的 繼承國家政府的政權 回到他們那邊 你早來早去從來沒有 拿破崙時代以後也沒有這種例子 所以主張馬關條約怎麼樣怎麼樣 對於台灣領土割讓是無效的 這根本就是無稽之談 根本就是無稽之談 所以呢檢查國際社會這些 我剛剛講到現在所作所為 發現慣例怎樣 國與國之間領土過戶的依據 都要憑國際條約 都要憑下官條約 遼南條約 舊金山和平條約 所以中間插的那些什麼宣言啊 什麼投降書啊這些你都不用去理他 以條約為準 我是第一堂課幫各位去解一些毒 真正你要完全的你要吃解毒單 下兩堂課他有解毒單給各位吃 吃了以後就可以解掉你所有的思想裡面的毒 1945年10月25號 台澎軍事 台澎地區軍事佔領開始 沒有領土過戶啦 一 台灣地區是日本主權的領土 一直到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為止 台灣地區 日本主權是日本主權領土 一直到舊金山和平條約生效 1952年的4月28號和平條約生效 視為戰爭結束 中華民國在1949年的12月 中央政府簽到日暑台灣的時候 是離開自己的主權領土成為流亡政府 所以他在那時候定的通通無效了 1952年的4月28號 日本新日本政府說放棄台灣 他們那個也是不對的 他們沒有權利放棄台灣 台灣是日本天皇的 只有日本天皇可以宣布說我要放棄台灣 那放棄台灣呢 台灣如果是殖民地他可以宣布放棄 台灣如果是神聖不可分開的領土 他要放棄也沒有那個權利 他也沒有辦法放棄 什麼叫流亡政府 我們來瞭解一下真正什麼叫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在國際法裡面的定義 離開自己的主權 還有他的領土範圍 跑到國外 西藏跑到印度 成為西藏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的本質 探討另外重要的觀點就是 流亡政府到底能不能就地合法 我站久了 然後大家就說那是我的 我念書的時候有個同學 那時候就覺得很喜歡我的包包 他說他去參加比賽 先給我救我的包包 他給我救了之後他就沒現我 他就沒現我 真的過幾個年我賭到了 我給他偷那個包包 因為我就比了媽媽 他說那包包是他的 他已經忘記了 他已經忘記是我借他 他說那是他的 有可能 那個包包這樣他說他不記得就變他的 他忘記了然後說那包包就是他的 不可能 我愛的就是我愛的 我沒有說送他 我說送他 我愛有說 那可以送的東西才可以送 重點就是這裡 不可以送的東西 不可以送 你會告訴你 你比如說我父母親給我的 比如說我媽媽給我的遺物 我可以送人嗎 我不會送人 那是我媽給我的遺物 有朋友很喜歡一直跟我要 我說我可以借你 但是我不能送你 一樣的道理 達賴喇嘛 領導的流亡政府 在印度德蘭沙拉 叫做西藏屠博自治政府 他可不可以經過任何方式 手續流程 成為現在印度德蘭沙拉的合法政府 就是叫印度把德蘭沙拉送給他 可以嗎 不可以 第二次世界大戰那些流亡到倫敦 許多國家的政府 可不可以經過任何方法 也成為英國所在地合法的政府 答案也是不可以 所以拿破崙時代以後 國際法完全找不到這種例子 拿破崙以後就可以有一條金科玉律 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 所以這樣的金科玉律 完全從國際的慣例去觀察 因為國際社會不承認這樣的做法 找不到任何例子 證明在某種條件之下 國際社會已經完全承認某一個流亡政府 已經完成就地合法的程序 所以根本不用去討論中華民國在台灣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在台北 所以我不管你怎麼專制 不管你怎麼戒嚴 不管你怎麼民族選舉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的總統 你不管那 還是不合乎國際法 台灣經過選舉 第一任民選總統 第二任民選總統 第三任民選總統 已經經過很多的改朝換代 所以呢我們已經 逐漸演變成為一個國家 你現在知道了你會噴飯 因為他會令人噴飯 很好笑 台灣現在行之有年 大家都這樣講說 台灣已經經過很多次的選舉 所以成為國家 人家國際人士 聽到都瞠目結舌 你說的是什麼 我怎麼都沒有學到這條 我學的國際法 政見法我都沒有學到 奇怪你說哪一個歪理18條 台灣能夠轉變成今天民主 或者是中華民國在台灣 有多少的在地化 或者直選總統 永遠不可能導致中華民國 完全變成台灣的同義詞 所以中華民國不可能在台灣 中華民國不可能在台灣 懂了嗎 所以從這個金科玉律你要知道 流亡政府不能就地合法 中華民國這個體系要重新獲得 國際的合法性 最好的方法就是回到南京 重新執政 所以目前的建議再回到南京 你可以先撤退到金門 馬祖 或者是中國給你的福建平潭 因為這裡是你中華民國 唯有的主權領土 自由時報最後一段 因為時間關係 各位戰爭法裡面都有 真的要買來看 他就是我們潘老師他自己 他這樣一個字一個字 慢慢幫各位教稿編的 等一下下一堂的講師 他很有收藏的價值 可以當傳家之寶 就自由時報講到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年 對台灣人民的意義是 台灣沒有脫離中華民國的佔領 而且中華民國並未擁有主權的佔領 被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作宣稱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理據 在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1949年繼承中華民國 於是他也認為 可以擁有中華民國所佔領的台灣 不過一如上述 台灣跟中華民國之間 只有二次戰後 沒有解決的問題 台灣不屬於中華民國 所以呢有朝一日 台灣的中華民國 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投降 統一 台灣也不會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這下面各位自己就去慢慢看 裡面就會很清楚的 讓各位知道 到底什麼時候佔領 佔領全國是哪一個國家 佔領什麼時候結束 我們台灣佔領到底結束了沒 佔領全國是政府者的權利 了解軍事佔領在軍事政府下執行什麼 然後呢我們的民政府行程 都是在和平條約生效以後去組成的 這些通通都是完全合乎國際法 然後呢佔領全國的軍事政府 轉移給民政府 它到底是怎麼樣的 可以完全的可以按照 究竟戰和平條約去執行 這些都是我們慢慢要去學習的 我希望透過今天這兩堂課 可以讓各位更清楚了解 國際法跟戰爭法 也讓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來把中華民國趕離開台灣 這樣好不好 謝謝 謝謝